大家好,我是艾克札德 之前有幾次想過裝更多電風扇能不能飛更快 然而在實際測試後,結果超乎我想像 先說,電風扇沒有辦法垂直起降 即使每次都確認放在平地在啟動 而且每次正面圖案的位置都一樣,結果也是會亂飛 理想上,能夠完全垂直飛行的話得到的數據最乾淨 實際上沒辦法,所以本分測試多少會帶誤差 但還是可以藉由繪製圖表,來看出趨勢 測試環境是零刻加操縱桿 再加上不同數量風扇,一個風扇會亂飛 所以是從兩個風扇開始測試 而到了21個風扇時,由於就棘手只能黏21個物件 所以操縱桿只是放在上面而沒有黏住 然後再記錄起飛坐標與16顆電池煤電後的坐標 以空間距離公式算出兩點的距離 結果發現,這一動距離竟然隨著風扇越多 而越短,再來看看飛行秒數 也是越來越少,速率部分就比較亂了 跟風扇無法完全垂直飛有關 但可以看出三風扇以後差不多就到極限 速率都在10到11之間,沒有什麼明顯上升 而且從裝上2、3、4風扇的斜率比較來看 三風扇就已經是溢出了,提升的幅度不多 也就是說三風扇以後速率已經達到極限 風扇再多也無助於提升推力 而且還更耗電,導致移動距離很不理想 有可能它這個風扇速度有設定極限值 達到極限後,風扇再多也沒有用 在風扇機車的實際應用上 也是二風扇獨續航力高過三風扇 那我們何不乾脆做一風扇機車就好 從節電上的角度來講確實最好 但也就這優點 一風扇機車需要將風扇斜貼在操縱桿後面 然後風扇後面要加一根長棒以維持前後平衡 缺點是依然很不穩定 需要常常調整左右 手很忙,而且難以運貨 能載零克就很勉強 如果只考慮續航力,一風扇是最優解 想萬全一點的話,還是得用二風扇 三風扇是犧牲續航力換取穩定 很快一點的速度,四扇更穩但續航就更低 速度不太能提升了 而如果要推動比較大的物體但不用考慮續航力 那裝多一點風扇是可以的 像這個幫NPC過河的支線我就用了五個風扇來加速 至於如何判斷多重的物體要裝多少風扇比較難講 除非能夠知道各物體的重量,才能更好計算 而且我們需要知道風扇也有重量 像這個大型浮石的測試是因為風扇太多而掉到地上 所以只好在地上用藍圖再線再測試 結論是裝太多風扇真的沒有比較好 適量即可 另外我還有做火箭測試 直接講結論吧 就是一個個慢慢裝火箭來飛 效率是最高的 我是用浮空時來測試 如果同時裝火箭垂直上升 這移動距離遞減有夠快 一個火箭移動78公尺 兩個火箭卻直到99 三個火箭107 每支火箭能貢獻的高度越來越少 除非像是神廟這種有提供無限火箭的地方 還是不要浪費比較好